大家好,我叫文欣宇,今年13岁了,来自贵州增益 好可爱哦 你已经几年期了 初一 初一 对,所以你对这个时间是判断的特别特别准确吗 是的 是的 我没有想到一个孩子能够来应对这样的一种挑战 不敢确定他能否完成这个挑战 接下来我们大家检阅一下我们这位挑战者 他真正的内心独秒的这种本事 究竟惊人到什么样的不可能的成果 挑战规则 挑战总共分为两关 第一关由三位评委在一分钟内随即挑选一个秒数 挑战者通过计时计拍秒 若误差在正数0.5秒内 则进入第二关 第二关由三位评委在一准分钟内随即挑选一个秒数 若拍秒误差在正数0.5秒内即为挑战成功 每一关挑战者有两次机会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掌车有请挑战者就位 误差可能三五秒就算了 0.5秒之内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个项目考验的是挑战者对时间的精准把握 挑战时间越长 越容易产生误差 而他本次挑战的误差范围只有正数0.5秒 温馨宇能做到分秒不差 挑战成功吗 给他一个好秒 好 我要用回小赵老师的魔咒 48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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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准备好了可以举手示意我 第一关挑战开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接下来第二关三位评委 你们可以商量一个秒数 可以尽量地在不超过五分钟的范围内 但是因为到第二关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有点难度 好了 好 三分五十五秒 三分五十五秒也就是二百三十五秒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误差范围我们同样要求在五百毫秒之内 第二关挑战 开始 我们的挑战者说过 其实周边的环境对他的影响并不大 都不干扰他内心精准的计时器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大家聊聊天 问题不大 花仙大哥唱个歌吧 你的歌声基本上属于武器级别 不要轻易 由于操作失误 在三十一秒的时候 高台机关打开 温星鱼意外掉下 这次意外会对他心理带来影响 而影响后面的挑战吗 因为真的就是一个意外有心理就掉了下去 那也很担心那个会影响到他 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死逃长 他再次再长挑战台 几局三分五十秒挑战 准备好了可以举手示意我 挑战 开始 我们因为有直播经验也知道 越短时间越简单 越长越难 每一秒当中 如果你都有二十毫秒或者五十毫秒的误差的话 那么十秒钟过后你就偏离了 我们给了他一个三分五十五秒 他没过 那总是觉得他会紧张 他也刚刚下到 可能就是之前那次 然后站在上面就有一点的紧张 这种紧张感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呢就是时间差稍微偏快了一点 因为意外跌落造成的内心恐惧 文兴宇在挑战中因为九两五差并未成功 按照比赛规则 他只剩下最后一次挑战机会 零点五秒稍总即逝 文兴宇能做到心里准确读秒 完成这项不可能的挑战吗 非常遗憾 但是确实越长挑战的难度越大 我刚才跟他一起在一起 其实到一分钟以后彻底乱掉了已经 所以没关系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我们还可以让三位评委维继续 好 我们仍然把它定在差不多的一个 三分左右 三分十二秒 好 我们祝你这次挑战成功 我宣布 第二关挑战 第二轮现在开始 最后一次的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但我觉得练习这个项目 能让人心惊 排除外界的干扰 这点很管用 不行 他的记忆都乱了 不行 绝对不只你给不了 Noel 怎么敢 没有 毫 Cela 请 是 疯обр 这是 无记者 ase 无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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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